南投县得天独获得地理环境 在近年来县府积极推广下 观光发展有成 当中河湾山岸空公园更成为旅游新亮点 2021南投新空季活动至8月登场后 为了推广观星旅游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南投 县府也与多个单位合作 规划了一系列观星旅游活动 日前西投影星派对活动也接地登场 南投是非常适合观星的一个胜地 包括有日月潭、西投、三宁溪 像大轮山还有火炭井 尤其是在清静跟渊风、昆阳 都是非常适合观星的景点 我们为了希望让游客可以来做一个分流 我们未来的话会把国际航空公园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星空产业链的一个经验 到我们全南投的这个观星的地区 来做一个推广 西投地区除了有丰富的生态外 夜晚更是适合观星的好去处 到9月25前这段时间 每周都规划了银行派对系列活动 园区配合活动也做了妥善规划 希望带给民众美好的观星体验 期待能有更多游客的到访 我们这边的海拔虽然没有像安空公园 2000公尺那么高 不过我们附近因为我们的腹地非常的广大 我们在园区游客可以走 地方大概都800多公顷 那晚上呢我们这边园区跟饭店业子 都非常的配合 能够将这个灯光调低 那我们园区的路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都改一些低灯 除了是观星之外 也保护夜行性的生物 所以只要天气许可 那民众来这边观想这个关星呢 也是一个蛮好的场地 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来西头走一走 而响应南投新空气活动 南投县光光产业联盟旗下各家业者 也推出了许多旅游方案 盼丰富新空气的旅游行程 也欢迎民众多多前来南投旅游 南投县产业联盟 我们配合县政府的活动规划 来做各系列的游程旅游 从7月份开始到11月底 有一连串的活动 那包含我们的所有关星活动 还有住宿的优惠行程 跟一些特色美食伴手礼 在我们的南投县都做得非常的完善 那也邀请全国各地的民众 旅客们来我们南投旅游 议长和尚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新空气系列活动的推广 能够成为县内旅游新亮点 带动旅游风气 吸引更多人潮前来 为县内观光发展带来更大的提升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